不管是聊天交友 上班談公事 通訊軟體LINE除了可以一對一 還可以加入群組分享訊息 但卻有大學生考試作弊 傳LINE被抓包 答完之後就是把答案拍起來 然後傳到LINE的群組裡面去 當下是覺得 這個小朋友怎麼會那麼愚蠢 老師的臉書PO出截圖 只寫了一行字 不要問是誰啦 學生應該已經切副了 原來南部一所大學學生 在英文期末考作弊 拍下英文考卷的答案傳到群組 卻忘記老師也在群組中 學生作弊當場被逮 更妙的是老師檢查答案 發現錯誤連篇 還幽默的問學生 這個是幼稚園英文嗎 怎麼會這麼笨 作弊傳到這個群組裡 答案應該基本上是不大正確的 之所以會放在Facebook上面是 也是要讓其他的學生們 有一個警惕 我們是不會拿出來啦 老師不會強制這樣子 自律就對了 對 考試會把手機收起來 對 那時候在哪裡 就收在包包 事發後依照校規 學生得記大過處分 但老師說會給學生機會補考 但其實很多人都有傳錯 LINE的經驗 但LINE的訊息只要傳出去 不管圖文都不能再刪除 群組聊天 LINE一下固然方便 但傳送前最好確定成員有誰 因為訊息是收不回的 既然留意見到佳穩 評論報導